現在的確是當代政府的挑戰 因為其實新南氣流帶來的瞬間強項 非常的難以預測 我們所了解到的就是 高雄市政府 當然高雄市民也都注意到 從昨天的深夜開始 高雄開始非常強度 非常密集的開始下雨 那麼到了今天的下午 今天的上午5點半左右 那麼高雄市政府 根據這個預報的定量的 這個雨量的預測 才緊急的在上午的6點做出決定 所以其實的確氣候的難以預測 也造成了這個 總機關在做決策時候的困難 這台TCR所帶來的 好大雨的自災情況 希望我們尚未完全處理完畢 但是新南氣流所帶來的好大雨已經要來 我們一定要加強各部位之間的橫向聯繫 從此也要加強跟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 縱向的合作 能夠提高效率解決每一件事情 我們需要先降至少 谢谢大家